乡村民间故事 村头小庙 大家好 这里是风流爱世界 这是典型的东北农村 李家屯 一个近百户人家的村庄 四面环山 南面脚下一条小溪蜿蜒而过 村里人世世代代就在山脚下开荒种田 农贤时上山下套套野兔打袍子 下河摸鱼捉虾 山虽不高 但林子还是很生很密 野物很多 平时过日子少见游儿兴的屯里人 多半的肉食都从打猎上来 山里好东西不止兔子袍子野鸡 蘑菇木耳蕨菜等山珍应激生长 也为大伙的贫瘠的餐桌上增加很多菜 但打猎的风险也不小 蛇多狼也不少 每年都有被蛇被狼伤到的放牛娃 姥姥的二姨就出生在这个村子 在二姨的成长岁月中 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子 还是出了不少这样那样诡异的事情 为了方便称呼 就从我姥姥的视角讲述吧 二姨出生在夏天 天气闷热的让人浑身冒汗 树叶子在烈日的炙烤下都打粘了 但二姨出生的当天 原本白质的太阳忽然就被乌鱼蜜蜜蜜蜜蜜蜜地遮挡起来 一阵凉风卷过 逗大的雨点就砸下来 相聚隔村请三奶奶帮忙接生往回赶的老爷和三奶奶拍在了半路 这雨来得太急 转眼就吓得冒烟了 老爷慌忙将身上的挂子脱下给三奶奶遮雨 农村都是土路 一阵急雨就变得泥泞不堪 三奶奶倒并不介意被淋湿 只是拉紧老爷的手臂 拧着小脚抓紧打路 紧赶慢赶到了村头的老鱼树下 鱼树枝繁叶茂 雨虽大 但树下还是比较干爽 三奶奶用湿透的挂子抹了把脸对老爷说 到小庙子了 帮你媳妇在树下求个平安吧 在东北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 小庙子是东北这边的风俗 和佛寺道观不一样 有点像小型的土地庙 紧紧搭成半米糕 四四方方的和人住的房子一样 但是没有门 外威用红布缠挂起来 里面供奉的也不是正路的神仙 一般都是胡黄白柳这些野县家 也有为孤魂野鬼山荆树怪弃的庙 现在偏远的农村也还能看得见 田田地头如果看到 用红砖搭成的小屋子 可不要以为是哪个小孩 玩过家家搭的房子 也千万不要过去参观啥的 万一供奉的是脾气大的仙家 折腾折腾你就够瘦的 李家屯的小庙子立在村头 李家院外老鱼树下 这棵老鱼树的年头可深了 两人合抱都抱不过来 枝凡叶茂的树冠 将老李家的半个园子遮得严严实实 阳光都不透 但李家宁愿这半边的园子不重 也不敢去修剪树枝 就是因为树下的小庙子 传言这小庙子 已经供奉了四五十年了 家家有时不论红白 都会来着捣鼓捣鼓 都说诚心许愿特灵 年头久了 小庙子围着的红布 已经分不出是红色了 但阴森森的气息 绝对几十年没变过 除了供奉取愿 平时是没人过来这里乘凉聊天的 使得这更是阴气逼人 小庙子前有块石台 半米建方 是用来放供奉的物品的 石台也因年纪久远 中间被滴落的雨水 拾出个拳头大小的坑 一下雨就击成尖尖一弯清澈的水 村里人谁得了针眼或阶子的病 就归在雨后来着 拿三支箱点燃念的 然后将雨水取回去涂抹换出 真的很灵 都是一宿就好 这个真不是科学能解释了 老爷听三奶奶这么说 有些为难 一路上就顾着些人 身边没带任何供奉的事物 这对仙家可是不敬的 三奶奶看出老爷的尴尬 就点点老爷的裤带说 酒葫芦里还有酒梅 这算是提醒了老爷 平时爱喝二两的老爷腰带上 总是双个巴掌大小的葫芦 干活放牛时就摘下来抿一口 摘下葫芦摇了摇 里面还有多半壶 于是就走到小庙子前 僵尸台上的雨水墨干 把石坑当酒碗倒了满满的酒 老爷退后一步 正对着小庙子念叨 求仙家保佑 让我媳妇顺顺当当给我生个儿子 回头必定杀鸡给您老送来 话还没说完 只见东南角的天空 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 接着一声炸雷就落在老鱼树上方 随后就连着闪电响雷 震着老爷和三奶奶好半天没缓身 三奶奶缓过进来 忙过来拉着老爷就跑 下雨天在树下多雨实在是太危险 之前俩人都没想这些 也是因为觉得树下 有小庙子的仙家保佑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老爷肚子大跑得快 但三奶奶裹着小脚 心里怕走得急 一脚踩在旁边的草地上就滑到了 老爷忙回头去拉三奶奶 这一回头就吓得走不动了 只见小庙子的木头屋顶 已经被劈得焦黑 还冒着青烟 似乎这闪电只冲着小庙子而来 老鱼树的支刹 一丁点都没被劈着 三奶奶自己爬起来 见老爷还愣着 急得骂 老四你倒是拉我一把 不怕劈着你愣着干啥 见老爷不动 随即也跟着老爷的目光转头看去 然后俩人就都呆住了 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 农村人都很迷信 这大家长期供奉的神庙 一招被雷劈 两个人除了恐惧 竟然不知道做什么好 正在这时 远处传来叫喊 是老四步 在树下磨蹭啥呢 人情来没 你欺负羊水都破了 你倒是麻溜回来啊 随着人生 一个披着占卜的人影奔了过来 听声儿就知道是隔壁的刘婶子 老爷走时将姥姥拖给刘婶子看顾 刘婶子烧完水磨完剪刀 看老爷还不回来 就披着雨不来村头瞅瞅 刚出胡同口就看到模糊 看到老爷和三奶奶在树下拔呆 连忙过来叫他们 再走进了 也看到被披着焦黑的小庙子 虎的雨披差点脱手 但好歹还记着家里着急接生 忙利落地将三奶奶拉进雨梯 边说 有啥事等生完孩子 跟村里人商量吧 老四媳妇等不及了 咱俩先回去 老爷这时也缓过进来 忙推着三奶奶说 就是 我媳妇那边要紧 回头我告诉旁爷去 抬脚要走时 看到自个儿的酒葫芦 还搁在石台上 又背身取了挂在腰上 才匆忙扶着三奶奶往回赶 但说也奇怪 三个人从村头往家走这几十步的路 头上的炸雷竟然跟了过来 直虎的三奶奶念佛保佑 前脚跨进家门 后脚的雷声也就停了 大家虽然感觉奇怪 却也没时间细想怎么回事 家里已经急得不得了 大雨天的旁人也不知道 只剩下留审的家的丫头大力 和我大姨丘霞几得哭 看到人回来了 忙往李屋请 三奶奶是干熟了活的 顾不得换衣服 只擦了把脸就利落地指挥起来 老爷被推到外屋等待 虽着急地来回夺步 却不能进去帮忙 只能蹲在灶台旁听着里面的痛哭 不知所措 然后觉得屁股后卡得慌 原来是自己的酒葫芦撞着灶台 就顺手解下来 想喝口酒缓解下情绪 哪知道刚拔开平嘴 就见一股白雾飘出 奔着李屋就进去了 然后就听见婴儿清亮的哭声 随着三奶奶的恭喜声传出 老爷顾不得奇怪 忙先开门连闯进去 三奶奶乐呵呵地给婴儿擦洗血迹 见老爷进来就说 挺俊的闺女也没咋折腾他妈 以后肯定是贴心孝顺的孩子 看看 耳朵长得像你呢 听说是个闺女 老爷隐隐有些不快 但还是凑过去看看自己的闺女 白白静静 不太胖 那边留嫂子就赶紧去厨房起火 给产妇熬红糖粥去了 大力和大一跑出去挨家挨户的通知 这是农村的习俗 谁家有事都要通知各家的 要不是今天下大雨 估计早就是一院子的人喝洗了 姥姥因为疲惫半婚半睡 老爷见都平安就跟三奶奶说 想去旁爷那江小庙子的事情说一下 三奶奶点点头说 说也怪 从我做闺女村里起了这小庙子 到我嫁到临家傲这几十年 都没遇到这样的事 幸好你闺女是平安生下了 我还当不吉利呢 你去找旁三跟大伙商量一下咋办 我在这看顾你媳妇 老爷又谢了在灶头填柴火的留绳子 就出门了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屋外一股雨后泥土混合着青草的淡淡腥味 老爷走出院子 道上已经有听说喜事的屯子人赶过来道喜了 见到老爷这个时候 要出去都挺奇怪 好幸而的就问干啥去 老爷不机器说 就看到旁爷主着拐爷往这边赶过来了 老爷忙迎上去随着众人江旁也请进东屋 农村房子分东屋西屋 中间是厅和厨房 一般是东屋待客 西屋是我市 这边留神已经江州煮好 被给我姥姥吃了 见众乡亲都过来了 忙将准备好的红鸡蛋 一人一个的发下去 习蛋就是图个喜庆 接到手的村民都趁热扒皮吃 老爷一面将旁爷请到东屋炕头坐下 一面招呼乡亲一起过来商量 时 雨刚停 大伙听说老四习不生了 就直接赶过来 村头小庙子 被雷劈的事情还不知道 听老爷说了都挺震惊 一向老实稳重的旁爷 都惊不住起身一叠声地问 是真的 你看清楚了 大伙也沉不住气 穿坐着去看看 那边的刘沈的三奶奶 听到这边屋里声音也过来说道 可不是咋地 清清楚楚地被劈坏了 庙顶子劈漏了 木头都焦了 现在道儿不好走 你们不急着去看 不过这是真的邪性 俺们一溜往回走 那雷还跟着劈回来 金院里才停 可把俺们吓着了 听了三奶奶的描述 乡亲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 有年老经历过的就说这是供奉的仙家 在应天节呢 民间传说所有的也先精怪修炼 都不是顺应天道 老天要给考验的 这考验就是雷节 每当修炼到一个层次 就会来次雷节历练一下 躲过去了就提升 躲不过去就白练几百年 不过村里谁也说不好 庙里的仙家到底是个什么 因为启供的是东山独居的一个寡妇 这寡妇当年就用四块砖头简单擂了 红腰带一气就供奉起来 后来屯里人也半信半疑的跟着去摆摆 发现挺灵的才重新翻盖了 但具体供奉的是什么大家去问的时候 她只肯跟大家说是大仙儿 不肯说是什么鼠 久了大家去念叨的时候 也不败名气 就直接说大仙儿保佑了 这寡妇死了好几年了 现在要去寻咎可没头了 唐爷盘腿坐在炕头 巴达巴达的抽着眼袋 皱着没头也没个主意 因为要翻咎容易 但是遭了雷劫的仙家过没过这个结束 谁也不知道 就算过了雷劫 要请回来的话 也得知道仙家属性是啥 不然瞎请 孤魂野鬼过来受了供奉 可对屯子不好 众人七嘴八舌的 也没说出个子无毛友 忽然听到西屋我姥姥叫我姥爷过去 姥爷下炕塔拉着鞋进屋 看着炕下围了一堆的媳妇儿大娘 都在抢着抱孩子 姥爷走进姥姥身旁 低下头听姥姥说话 因为身子虚 姥姥的声音很轻 但却将姥爷吓了一跳 姥姥告诉姥爷 她生产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就见走过来 一个模糊的白影子 影子冲她拱拱手 跟她说 今天多亏了你家安人 让我藏于酒葫芦护住我 又见你家女公子出生的血气 让我恢复灵通 这番恩德我一定报答 以后有是我老白会过来帮忙的 然后姥姥就迷糊过去了 等醒过来喝了瓦粥 只顾着给姑娘喂奶 也没顾着说这个事 这会儿听着大伙儿谈论才想起来 想来这就是仙家托梦了 老爷听完四下一对 能对上了 怪不得当时在灶间拔开酒葫芦盖儿 有烟雾冒出来 也怪不得往回赶的时候 雷一直追着劈 感情这仙家藏在我身上 借人气必灾呢 老人都说有灵性的动物 在修炼的时候躲避雷劫都有招 有些是躲在风水极佳的宝地 有些是偷些天地运化的灵物 有些是靠着人气或者占着人气的物品 雷神不能轻易伤人 这又让这些野仙儿有机可趁 猫到住宅的仓房了 灶台了 总之能躲过去就行 也有偷小孩衣服 把自己包裹起来的 也有用女人的会晤 所谓骑马步 辟结的 二一在长大后 也曾在雷雨天看到一个巴掌大的 癞蛤蟆嘴里含着一枚铜钱 跟现在的招财金蝉似的哈哈 躲在南山脚下的拳子边 一打雷他就吐舌头将铜钱露出来 就是借着铜钱 经几百几千人手的人气壁垒结 既然知道这事 老爷就想过来西屋跟旁爷大伙说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进去 老爷也有自己的考虑 农村人虽然信仙儿傻的 也尊敬着 但是没事的话 并不想和这些神鬼扯上关系 农村人嘴碎 有事了请香拜拜 没事了就避讳这些 如果自己说自己救了仙家 以后大伙有事没事议论 有事没事找自己求仙家咋办 再说媳妇也是迷迷糊糊听见的 万一听错了仙家名号 请不回来还好 请错了可就糟了 想来想去 还是把话憋了回去 西屋大伙乱糟糟的吵着 旁爷用眼带锅子敲炕炎好几下 才制止了大伙的议论 又随手别在腰带上 起身说 现在雨也停了 咱去看看庙到底毁成啥呀 然后再说咋修 老四就不用跟去了 在家看着你媳妇吧 听庞爷的意思要走 这边屋里姥姥忙指使大姨出来 毕恭毕敬给庞爷递上包烟丝 这是求着庞爷给孩子增福增寿呢 一般新生儿都会请村里 得高望重又扶路双全的老人 过来说吉祥话 这是一套词二 摸摸小孩的头发 说长命百岁 摸摸小孩的手 说抓财抓宝 摸摸小孩的脚 说踏踏实实 摸摸小孩的脸蛋说周周正正 摸摸小孩的额头说笑顺恭敬 拍拍小孩的后背说吃穿不愁 然后给小孩嘴上抹点蜂蜜 或者白糖说 会说话会来时 做完了主事 家会包好谢礼拜谢 庞爷一见这个 才想起来因为小庙子的事 把正查忘了 忙过这屋来 屋里的娘们们 赶紧把炕头让出来 请庞爷坐 庞爷抱起二姨 刚去摸二姨的脑袋 刚刚还好好的二姨 就尖声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扭动着 不让庞爷碰 庞爷略微尴尬 留审会来时 见状忙说 这孩子怕生呢 这是你庞叔爷 来 审儿抱你 说着将二姨抱起来 轻轻地拍 果然二姨安静些 庞爷小心翼翼地 轻轻用手指头摸摸二姨的胎发 刚想说长命百岁 这喉咙不知怎么就呛住了 坑坑咳了好久 弄得面红耳赤的 却没咳出一口痰 这祝福的话也没出口 那边姥姥的脸色就不太好看 庞爷有些不知所措 连忙摸摸二姨的脸蛋 想说点长相好看的话 不过手掌刚碰到二姨的脸蛋 二姨又开始哭 这边留神也没辙了 只好说庞大爷的手剪子多 弄疼了二姨 到摸手摸脚的时候 二姨干脆挣扎起来 都快哭抽了 周围的人心里都有些嘀咕 这小丫头骗子太矫情 本来小庙子倒了 大伙心里就不得尽 这会借着祈福图个乐儿 主角还不给面子 庞爷也没心思戏弄了 草草地说了话 烟丝也没收就领着众人去村头 老爷善善地 想留也没理由 看看炕上的姑娘 看看往外走的人 最后还是追着大伙一起去了村头 这边的女人们 看着姥姥阴郁的脸色 也就说两句吉利的话就离开了 转眼热闹的屋里 就剩下刘婶和大力 刘婶儿上炕抱着二姨坐下 安慰姥姥说 嫂子你别多想 小孩哭还不是常儿事 你看这孩子长得秀气像你 以后肯定有福 又回头打发大力 回家去做晌午饭去 东北农村不在农忙的时候 一般只吃两顿饭 早上九点多 下赏两点多 节省粮食柴火 大力答应着 拉着大姨秋霞一起去了 虽然大力才不过十岁 但在农村女孩子五六岁就跟着忙活家驶农活 七八岁洗衣做饭就全上手了 刘婶放心将家交给大力去忙活 自己陪着姥姥唠嗑 姥姥心里藏不住时 就将生产时见到仙家的事 一五一时的告诉了刘婶 莫了叹了口气说 就算仙家来了 还是生了个丫头 本来老四盼着是个儿子 老的也有个靠儿 你看老四见了孩子都没多乐呵 刘婶儿就当听个新鲜事一样 没把姥姥说的话太放在心上 乐呵呵的逗着二姨说 嫂子你看你这新颜儿就小 生丫头贴心多好 长得还水利 再说你才多大 儿子命肯定有啊 仙家都过来说报恩了 你跟他求个儿子不就结了 我家就是丫头 老刘也不痛快 但命里没儿子你要也要不来 他跟我急我就说他是不行 要不我就出去养汗给他生儿子 看他养不养 这话逗得姥姥扑痴一笑 刘婶儿在家里绝对的说话算话 这在东北农村可不多见 刘婶结婚这些年就生一个姑娘 再都没怀过 但是老刘叔就敢嘴上抱怨抱怨 这二哥没跟刘婶闹过红脸 更别说动手了 刘老太太见天二的跑到村头 跟小庙子烧香 也不见好事 最后也不烧了 吃完饭就找村头女人 扎堆儿的地方去问别人咋生的儿子 但就是这么盼着孙子 婆媳俩却没有矛盾 可见刘婶儿的做人有多好 姥姥和刘婶儿不一样 第二个孩子是男孩 但是农村条件不好 生下来没两个月一场病 就又回去了 姥姥比姥爷看得开 觉得儿子还是会有的 但是姥爷虽说一个爷们 却因为这是念头打脑了一年 整个家里人尤其是秋霞 都不敢跟爹撒娇 俩人唠着磕又说了点囤里的家常 猛听着院外的木头门嘎吱一响 一瞅原来姥爷一个人儿回来了 姥爷推门进屋 看刘婶儿盘腿儿和姥姥在炕上唠磕 就没往炕上坐 回身坐在靠北窗户下的木凳子上 掏出眼袋点火抽起来 刘婶儿哄睡了二姨 放在炕头 见姥爷不说话 就问道 四哥 小庙子的事儿 唐爷说咋整啊 姥爷闷头抽了两口烟 刚刚在村头的不快还是没消散 一路上就跟在后头 听着大伙曲曲咕咕的 在议论自己闺女 不给唐爷面子的事 虽说声音不大 但老爷还是听见了 而且不能反驳 这小孩不懂事 你解释也没用 认了吧 到了村头 大伙围着小庙子议论纷纷 老爷几次想说仙家给托梦的事 看看庞爷拉着个脸 硬是没敢往前凑 最后庞爷让老张家 带人去山上采几块青石 准备重新搭建个石头的庙子 在张洛美家收两个鸡蛋 他亲自去镇上换几尺红布 并将逐类的 还得让人去后屯儿 请周太太给瞧瞧 看看能不能请仙儿上升奔稳鸣信大号 好挑个好日子重新请回来 这桩桩渐渐的事情吩咐下来 老爷竟然没分到火 老爷揣摩着庞爷都近七十的人了 要说因为这是稚气也不至于啊 其实老爷还真不会琢磨老人家心理 人一旦上了年纪 对这些不顺的事情很忌讳 尤其这一路上大火的议论 也落在庞爷耳朵里 老人家竟也弄出小孩儿心性 一直以来村里都是恭恭敬敬地对待庞爷 今天竟然因为一个小毛丫头背一论 庞爷觉得威严受到挑衅 必须拿出点长辈的威信来 于是嘴快的老张家三兄弟 被庞爷派了苦差去挑石头 然后老爷就被华丽地无视了 庞爷举着烟袋锅子指点众人干活 眼睛都不扫老爷一下 众人也都有眼力见 见庞爷心情不好 都收了声领了各自的分派忙活去了 老爷转了一圈啥也没干 善善地就回了家 姥姥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见老爷神色不高兴就没问 刘沈心急口快地问了 老爷哼了一声 没答话 抽两口烟就问姥姥 都吓傻了 咋还没做饭呢 秋霞这丫头也哪里去了 刘沈忙大声道 我让她帮大力去我家做饭去了 今天你媳妇儿刚生 得吃点好的 我让你兄弟杀了个小鸡而顿上 一会端来咱两家一起吃 老爷本来想找茬发发脾气 也被刘沈儿的好意给顶了回来 就说这刘沈会做人 这当下正是欺下蛋的时候 姥姥自己都为必舍得杀鸡补身子 就怪不好意思地说 咋还让弟妹你家破废 一会儿我去鸡窝抓只肥鸡给你送过去 刘沈一挥手说 四哥你别跟我见外 咱俩家邻居处这么多年 你和嫂子没少帮衬 这点东西算啥 回头你和你兄弟喝点 天冰的喜事儿啊 正说着 大力和秋霞一人端菜 一人端饭的进屋来了 后面还跟着刘叔和刘老太太 农村吃饭都是摆抗桌的 只有过年或者很多客人的时候才在地上搭桌子吃饭 姥姥不能起身就不上桌 老太太看头坐下 刘叔刘沈和老爷也都盘腿上考 大力和大姨都是小孩 照例不上桌 拿碗拨两块鸡脖子鸡翅间去西屋吃饭去了 虽然日子也艰苦 但农村夏天的饭桌还是相当丰富的 翠绿黄瓜辣椒小葱和生菜蘸着酱就是相当下饭的菜 还有炖豆角烧茄子 都是园子里自家现摘的菜 今天还特别加了西红柿鸡蛋小鸡炖蘑菇 用姥姥的话说 叉饺子就过年了 姥姥靠着背舵小口 抿着不加盐的鸡汤 虽然想吃口蘸酱菜 但月子里的人讲究很多 什么不能吃闲的不能招风 不能惊吓 不能沾凉水 都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 要依依尊从的 刘婶儿先给自己婆婆加了点细嫩胸脯肉 又把俩个鸡爪子分别加给刘叔和老爷 自己只捡里面的土豆和蘑菇吃 老爷给刘叔倒上酒 两个人儿没吃菜先举杯走了一个 然后一人捏根鸡爪子缩着下酒 刘老太太牙口不好 吃碗汤泡饭就点腌乐呵呵的豆二姨 一边抖一边对老爷说 小四儿 小庙子的是老庞他们咋商量的 老爷接口道 庞叔要去后臀请老周太太看看 能不能请先家问问名号重新起庙呢 老张家去山上弄石头去了 我没啥火 刘叔举杯扎了口酒说 我忙着在后园子驾斗脚驾呢 也没敢去瞧瞧 反正要出钱就听庞叔的 其余咱也不掺和 咱哥俩喝酒 对了 小丫头骗子起名字没呢 姥姥听刘叔问 抬眼看老爷 见老爷没说话就说 还没呢 之前也没想好 再说还是个丫头 姥姥还是觉得肆有亏欠 说话也没底气了 这饭桌上倒有三个重男轻女的 刘老太太接口道 你姑娘生的日子时辰都好 好好想个名字日后养活起来顺着 你家也不贩子儿 你要信的找我 我帮你起一个 老爷这边已经和刘叔喝得满脸通红的了 听见这话忙说 就让婶儿给起个名 咱没说到 刘老太太想了想 指着外面栅栏上盘着开的绚丽的千牛花说 叫签子吧 能帮你们带个儿子 姥姥老爷听了还挺高兴 这老太太没起个花儿草儿的 意思还不错 就答应了 于是二姨就有了这个 一听就知道意思的名字 直到后来遇到邓姑姑 给改了个字 叫签子 又有点穷瑶的意思了 哈哈 老爷和刘叔这点酒喝了两顿饭的功夫 眼见而天就黑了 两人晕晕呼呼的还喝呢 这边刘老太太和刘婶儿陪姥姥说话 闲聊间却让刘老太太知道了仙家给姥姥托梦一事 这老太太回家就琢磨上了 要是把仙家供起来 是不是能求来个孙子呢 想了一晚上没睡好觉 农村流传这样的说法 供了仙家就得长期供奉 自己后辈不供的话 仙家是要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的 轻则败家重则伤人 所以供奉的话 还得跟儿子媳妇商量 老太太求孙子心切 也一直初一十五的吃素 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有福源的人 供奉宝家仙应该没事 于是吃了早饭 想要下地干活的儿子媳妇叫到炕前 把这念头说了 刘叔刘婶都挺吃惊的 刘婶虽然知道姥姥的梦 不过也没想很多 刘叔昨天就忙着喝酒了 根本没在意女人们唠嗑 听刘奶奶说了才知道 原来老爷早就知道仙家名号了 不过一考虑也就明白 老爷不说的理由了 也因为同样的考虑 他亲戚爱爱地跟刘奶奶说 娘啊 咱家想求子 也不一定将仙家请家里来 我去跟旁爷说一声 知道了仙家名号 把仙家照就请回小庙子里 咱去那里拜拜就行了 何必请家里来呢 村里人没事就乱嚼舌头 呸 老太太一口催过去 谁能说啥 我要能抱上孙子 谁说啥都行 这下刘叔没话了 刘婶更是接不下去 其实刘婶心里挺苦的 自己没儿子 婆婆虽然对自己还好 但是这内就还在了 也就是自己为人还好 老太太没给白眼 否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婆婆了 这次婆婆想要供宝加仙 都是为了孙子 想了想 刘婶小心翼翼地问 娘 那你看你要怎么起供奉啊 唐爷他们都已经准备重新盖小庙子了 老太太一摆手 说 没事 他们不知道仙家名号 咱们知道 抢他们头里将仙家请回来就行 这仙家遭雷劫 肯定也损元气 想找个地方尽快安家呢 要是姓白 必定是蛇属的 你去鸡窝里给我摸几个鸡蛋出来 找先生来家 在红布上写上白仙家 我去请 刘叔刘婶面面相去 但谁也不敢围绕了老妈 就分头去弄这些个东西 刘奶奶经历过的 人老了就见多识广 拿着媳妇给娶的鸡蛋 何先生写的字就扭着小脚出门了 赶着上午头到了小庙子那里 小庙子还没修缮呢 乌起马黑的落败呀 老太太掀在石头台子上 磕了个鸡蛋 嘴里念叨着白仙白仙 跟我回家 我家好吃好喝供奉 然后把红布蒙在小庙子顶上 过了一刻钟 就把红布裹着剩下的鸡蛋 扭头往回家走 过个路口磕碎个鸡蛋 磕碎个鸡蛋念叨一次 等走到家 鸡蛋也没了 然后就到西屋炕上 拿个海碗倒上酒 点上香 然后用钉子将红布钉到面膝的墙上 摆上炕桌 拜了三拜 下场饭的时候 也是将饭菜都先捡上煎二 供给先加 刘叔刘沈下地回来 就看到西屋已经弄好了 俩人啥话没有 按照老太太的要求上香拜过 也不敢问这到底事情回来了没有 等睡下了 刘沈才小声地问刘叔 刘叔闷闷地说 随着娘搞去吧 咱也拦不住 不过要是真能让你给我生个儿子 供了就供了 第二天 老太太洗个滋儿地过来说 先家到家了 给我托梦了 说咱家人好 给他接回来好吃好喝供的 他能保佑咱家 还说我有孙子命呢 你们都听好了 以后家里不能养猫了 也不准说长冲 以后上山见到长冲也不能打 刘叔刘沈半信半疑地答应了 不过这话过几天就应验了 老张家的回来说 周老太太给看了 人家先家已经找到好人家住下了 不回小庙子了 唐爷黑了脸 听着小庙子 唐的人家说 刘老太太倒腾了一阵子 就主着拐杖来到刘叔刘沈家 进门就看到西屋的供桌了 不过庞爷的辈分和刘老太太一样 平时还得管刘老太太叫嫂子 也不好说什么 既然人家都已经将仙家请回来 也不能送回去 只是善善地说 嫂子你想供奉咋不早说 你看我都吩咐人去重新搭庙了 这整好了倒没仙家住了 废了是不说 屯子里以后有事 都没个地方拜了 刘奶奶压根没理会贪那茶 盘腿做抗杖抽眼袋 慢悠悠地说 我家供和村头供是一样的 仙家也没出了咱屯子 有时肯定还会保佑咱们屯里人 我这都快入土的人了 就想修点福源给我家留个香火 老弟你也不能说我不对 仙家已经来了 屯里人以后有事上我家一样方便 你跟大伙说说吧 有事来我家求 我也不出马 供的是保佳仙 仙家看在咱屯子这么多年香火份上 肯定还能跟以前一样有求必应的 沐浴城州 唐爷也没办法 将翻修小庙子的事情停了 屯子里人都知道仙家到了老刘家 以后有事也拿几个鸡蛋过来刘家上香拜拜 慢慢的 刘奶奶似乎也有些神通了 说什么事情也挺灵的 估计也是供奉久了 有些通了仙家的神器了 在二一两岁那年 刘沈就生了小子 还是双共 双胞胎 从此刘家对保佳仙深信不疑 二一也被白佳仙庇护了几次 这是后话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